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有一些更久远的出土文物显示 金属在成为功能材料之前 人类对其最初的设想可能是用以制作装饰品 我想爱美是人类共有的天性 我们喜欢好看的装饰 物品仅有一些实用功能是不够的 它还应该能表达我们的审美 金属作为一种通常较为坚硬的材料 用来打造艺术品无以困难的工程 无论用哪种金属加工成艺术品 都需要铁杵磨成针的信念 在我大概只有五六岁的时候 周围整天都是叮叮当当的敲击声 我觉得轻声细语 要比高声喊叫来得更有意思 我们能与更宏大的事物发生关联 我们的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类制作金属物品的历史由来已久 最开始人们制作的也许是武器 后来当然也有饰品和雕塑 同一种材料在不同的文明中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韵味 比如一种可追溯到公元前十二世纪的工艺 经过超越两千年的发展 又在另一种古代文明中焕发新生 它曾经是中国古代皇室的贡品 直到近几十年这种金属工艺品才得以复兴 就像古老的家族记忆被渐渐唤醒 过去皇上赏赐过我爷爷很多的东西 因为我的家庭是满足的皇家后裔 这个大家庭里边的孩子也特别的多 但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大家才能聚在一起玩捉迷藏 就钻在床底下 在床下就发现了一只瓶子 黑乎乎的当时就把它掏出来 几个人觉得很好奇 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瓶子 谁也没见过 大家都很好奇 说这什么东西啊 就抢 都是小朋友都是小孩嘛 一抢掉地上 这又摔了一个坑 说这什么东西它不会摔碎 因为玻璃瓶子掉地上它又会摔碎 这个瓶子呢它不碎 大家就好奇再摔一下 就给它整个把这个一个圆圆的瓶子 整个给摔扁了 摔扁了以后 大家都觉得 这下可闯祸了 72年呢就随着这个返承的大潮 回来到了北京工艺美术工厂 开始从事这个行业 当时我们进到这个北京工艺美术工厂的时候 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它是一个多种工艺的企业 当领导带着我们这些新学员到样板间参观的时候 我看到了这个货架上摆的这个金光灿灿的景泰兰 让我想起了儿时在家 在我家里床底下 见到的一只瓶子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它叫景泰兰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一定要学习这个景泰兰 而且景泰兰的制作呢 是非常的繁杂 非常的神奇 就是它经过那么多道的工序 我的名字叫李佩青 我从事景泰兰行业 景泰兰是一种古代的金属工艺品 这种工艺自其传入中国后 便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形成了更为独特的艺术风格 它的制作方式分为设计 制摊 掐丝 点蓝 磨光 这景泰兰的这个胎型 我们叫制摊工艺 就用这个铜板 按照这个图纸 一块一块地给它分解 分解成一片一片的然后把它组装在一起 李师傅 您看这个 我觉得这个宽度不太够 是不是再加一刀线 您看看 好吧 然后呢 在每一个铜丝上面呢 要把这个铜丝和这个铜板连接的部位 搭上焊药 掐丝呢 是完全呢 是用铜丝 把它用铜丝做成那个花 做成鸟 做成兽 然后粘在这个胎体上 然后在火里焊接 焊接一遍 打上焊药 然后呢 拿出了以后 看看有没有浮动呢 再打一遍焊药 然后再到火里去焊接 这样呢 它就达到了一个非常牢固的程度 这点蓝呢 是由过去呢 明朝的时候 只有七种色 赤橙黄绿青蓝紫 到了清朝以后呢 它就是因为这个清朝就随着 随着那个就是 英国大革命的这种 大工业的这种发展呢 传到了中国 又随着这个开放以后呢 英国就是说 当时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 他们也带进了一些技术上的改进 给我们在工业上 这个景泰兰呢 它在制作上呢 当时也发展了 在清朝的时候也发展了 就是由过去的 明朝的这几种单低的色彩呢 就发展到了呢 就是几十种颜色 但是在解放以后呢 因为解放以后呢 随着那个国家 对这个工艺美术发展的支持 这工就是有幸地得到了 在那个技艺上 什么技艺创新 技术创新 色彩的创新 这样呢 就颜色呢 就由几十种变成了几百种 整个景泰兰的制作工艺当中 达到最高潮的点 就是点蓝上颜色 这油料其实就是石头粉 沙子 用水呢 把这沙子呢 冲到这个掐好丝的凹槽里头 把它一遍一遍地填满 这个也真的是需要一个 很漫长的学习过程 现如今 一些艺术家又重新开始在金属上作画 对他们而言 金属不仅可以用作画布 还充当着颜料的角色 许多人并不知道 油画颜料当中 有很多颜色 实际上是由金属氧化物 或混合物调制而成的 比如说其中一种品质最好的白色颜料 叫做太白 而且在我看来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签在过去就被应用到了颜料中 特别是对艺术家而言 签白曾是最不可或缺的颜料之一 因为它有种半透明感 而且它对人造成的副作用 并不是很明显 很早以前 伦伯朗等艺术家也曾用铜板作画 直到现在 这种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作画手法 仍不乏传承 芬兰一位艺术家就沿用了这一手法 来描绘颜色深沉的画作 美柔听板画 是我的最爱 因为这种技法能创造出饱满 深沉 柔和的色彩感觉 很丰富 除了黑色以外 你也可以运用其他的颜色 然后通过适当抛光来进行提亮 达到想要的效果 我喜欢大量使用黑色 但我并不觉得它是一种悲伤的颜色 在西方国家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用黑色 他们总觉得这是一种压抑的颜色 但在我看来 黑色并不意味着悲伤或压抑 而是一种富有戏剧性的色彩 而戏剧性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 黑色还是一种极简主义的色彩 而我恰好是极简主义爱好者 此外 在我看来 黑色并不是单一乏味的 它也可以包括棕黑色 青黑色等等 我之所以在作品中大量使用黑色 也许正是因为它的戏剧性实在是太强了 其他颜色很难达到同等的效果 这也许就是我喜欢黑色的最直接原因 我是来自芬兰的平面艺术家 一名普通艺术家蒂娜基维宁 美柔厅这一艺术形式诞生于17世纪 在18世纪的英国 美柔厅被广泛应用于复制肖像和其他绘画作品 随着摄影技术的出现 这种精致的金属板画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蒂娜的作品 蒂娜的作品非常精美 同时有极具力量 力量这个词在美学上很常见 但我所指的力量 是类似中国传统艺术的张力 她的作品结合了留白 精细的线条 还有细腻的笔触 这些是基本元素 其次就是明暗之间的强烈对比 正是这些特色 使得她的作品具有独特的韵味 我需要一块干净的金属板 材质通常是同质的 还有我最心爱的工具 刻针和咬点刀 咬点刀可以使铜板表面变得更加致密 使用方式就像画家用宽笔刷时一样 而刻针则用来刻画精细线条 将这二者集合起来 便能得到我们想要的最终的成品 在此基础上 如果想让黑色区域变得更亮的话 我会使用一些工具进行抛光 例如铁的磨光器等等 诸如此类的 除了在金属上作画 来呈现明暗之间的对比以外 还有一些艺术家 利用这种坚韧的材料 创造出了无比锐利的艺术品 这一点到这条边之间的长度 有0.5到0.6毫米的偏差 这会导致刀往下掉 或者往上翘 因此我增加了0.5毫米 做了一把更大的 现在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平面 在动手制作的过程中 你会意识到自己渺小的 就像一颗自由飞舞的尘埃 我们能与更宏大的事物发生关联 这是一种机缘 我会进行个性化的设计 因此每件成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同时它们又兼具简洁的外观 和便捷的性能 这是我为数不多的 真正热爱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把 确实还带了一些现代的气息 我很喜欢你的设计 总之我们要把这一处改得更平整 下周到工厂来找我 到时候我会订好价格 安排测试 我是让皮埃尔续谢拉 我制作具有收藏价值的刀具 以此作为消遣 1956年 我在提耶尔出生 并且一直生活在这个地区 从很久以前开始 皮埃尔就一直是刀具制造业中心 刀具制造技术 在这里已经延续了大约六个世纪 这些刀具呢 不仅表达了我的想法 也同时体现了我的个性 我做刀具首先是为了我自己 当我制作刀具时 我其实是在表达自己 这使我有存在感 随着现代武器的出现 曾用来制造武器的刀具工艺 如今成了面向收藏家的小众行业 像让皮埃尔这样的刀匠们 开始使用极其优质的材料 打造着这种锋利的金属艺术品 材料必须具有连贯性 我通常会通过感受形态 来准备材料 天然材料或者人造材料 我们都会用到 比如碳纤维 刀具的模样 是形成于你的脑海中的 模型完工之后呢 我得把它切割出来 这些部件来自于一块举形的板材 我已经在上面画好了草图 接着我会用到锯子 尽可能按照草图的线条 来切割材料 我还清楚地记得 我做的第一把刀 从那时起 我便爱上了制作刀具 以至于一到周末 我就会把所有时间花在这上面 切割好之后呢 那也只是一个骨架 我还需要继续进行装饰 我可以自由发挥创造力 而且我制作的刀具 都具备收藏价值 使用那些难以替代的稀有材料 是有风险的 需要谨慎处理 譬如一些罕见的珍珠母 我称之为大自然的馈赠 使用这些材料 必须动动脑子 此外我也喜欢灵活使用 其他的一些传统材料 总之最关键的在于 要尊重材料本身 以材料为主导 才能得到可喜的成果 向东数千公里之外 这里的工匠 同样有着用金属 制作器具的传统 这种器具看似十分简单 实际上蕴含着 极其复杂的工艺手法 制作波鱼 非常考验人的耐心和记忆 你得花时间去仔细琢磨 如何把它打造到浑源 并且具有美感 这很耗费时间 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 我不能从事其他工作 因为我已下定决心 要为佛教信仰服务终生 我是西兰瑟瑟尔素 一名波鱼工家 波鱼在佛教中很重要 它是佛教僧人的必备物品之一 波鱼的外观和它的材质 是持有人身份的象征 举个例子 刚出家的僧人 拿到的波鱼 通常是毫无秀气 闪闪发亮的 与高僧的波鱼相比 这就显得没那么有分量了 他们希望波鱼的材料越暗越好 而且没有光泽 我出生于西里拉医院 我父母居住在僧侣钵鱼村 我在黑佛寺的学校上学 那里离我家很近 我家很穷 我父母没什么钱 所以我不得不帮他们制作波鱼 如果当时父母经济条件好一些 我就会继续学业 毕竟上学才会有更好的前途 但当我刚开始制作波鱼时 我看到一位僧人 正在画园 这激励了我更努力地干活 因为我想把一生都奉献给佛教信仰 制作波鱼分为八个步骤 每一步都至关重要 第一步是制作波鱼的顶部 先将长长的钢条弄成月牙形 然后将其打薄 再做成圆形 这一步结束后 波鱼的顶部就完成了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 但对于波鱼制作来说 第一步仅仅是考验的开端而已 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 切割完成后 就要开始第二个步骤 那就是在切割过后 将金属板弯折成中间的主体部分 呈交叉的两个方向 还有四边形的四片额外包片 将其弯折成需要的形状后 再来处理边缘 下一步 工匠们需要将这些钢板 弯成波鱼的形状 在这个步骤中 他们会用简单的工具 敲击接合处 我们得花三天时间 才能做完一个波鱼 我们会用焊机对齐进行焊接 这是制作波鱼的第三步 在完成制作之前 还有多道工序颇具挑战性 西兰必须确保波鱼里外 都没有任何缝隙 这样一来 僧人将手伸入波鱼中时 才能感受到空灵内壁的光滑触感 这项任务 只能凭借特制的锤子手工完成 只有像西兰这样的资深工匠 才知道怎样才算足够平滑 第六步是将波鱼表面弄平 现在波鱼已经很圆了 但还不够平滑 所以我们得敲击接缝处 直到整个波鱼的每处地方都一样平滑 当波鱼变成一个浑原的球体后 工匠会给它涂上一层特制的植物油 这一着色过程十分关键 因为波鱼的颜色象征着持有者的身份 正如备受敬仰的僧人一样 波鱼本身也必须经历最后一道考验 第八步也是最重要的 是断烧波鱼 断烧过程本身就是一种 富有象征意义的仪式 日后波鱼到了僧人手中 也需要时不时地接受烘烤 以清洁在俗世的修行之旅中 沾染的污垢与形成的修金 长期以来 制作波鱼 让我的内心变得更加沉静 这份工作很考验人的耐心 任何一种手工艺活动 都涉及到内心的沉淀 特别是那些具有 大量重复性劳动的工作 我觉得这跟冥想很像 你必须专注于 你手头上的活 因为你一旦走神 就可能会出错 我觉得如今的社会节奏 真是太快了 所有人都在四处奔忙 而我意识到自己想要的是安宁 平静以及独处的空间 这处地方正好符合我的需求 因此它对我有着莫大的意义 我知道这里并非一点声响都没有 但是它足够平和安静 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那种 能激发人创造力的安宁 这能让我专注于自己的想法 以及手头的新作品 我想芬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也许有同一个特点 那就是喜欢独处 偏爱宁静 然而这种宁静 却能被表达出来 它也体现在了蒂娜的作品中 当我觉得完成得差不多了 我会进行一次印刷测试 不过因为美幅图画都不一样 所以我总是迫不及待想看到 印完后的成品是怎么样的 美柔听技法中最困难的一部是什么呢 为什么这类作品如此之少呢 这是因为刻板过程很费时间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 如今很多人都没有耐心从事这项工作 但对我而言 这个过程就像冥想一样 在这些平静的时刻 我可以更专注于刻板的过程上 据说在大约两万五千年前 那时的人们也许不再满足于大自然的馈赠 而开始对大自然进行思索 我喜欢大自然 大自然从一开始 就是我潜心艺术的支柱 这是我的夏季工作室 我三个月大的时候就来过这里了 可以说 我熟悉这片树林里的一草一木 在芬兰 季节的变换带来了不同的自然体验 因为大自然在一年中的不同时节 有着不同的样子 我希望我的作品也有着四季变换的效果 如果你仔细端详 也许会注意到其中的细微变化 但如果你整天忙碌就留意不到任何区别 师父就领了我们去公园去写商 好几个月的观察以后 我发现春夏秋冬这个树叶在不同的时光 它的颜色真的是不一样 我才观察到自然界给予我们人类的这种丰富的变化 我这个创作我要再走到大自然去 我要是去捕捉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的东西 怎么用我内心对美的理解 把它表现在我的产品上 那书本里是学不到的 所以我也真的是非常感谢我这个点蓝的师傅 从设计到完成 这一件作品需要进到火里面烧汗十几次 每次的烧汗在颜色上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就让我特别着迷 别小看它这个磨光 这磨光在景泰兰的整个工艺过程中 它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磨坏了 前面这几道工序全部前功尽弃 用石头木炭磨几下就得冲 这样磨出这个活呢 它是漂亮是干净的 你看六百年的历史传承 它是一种文化 我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 它都没有被灭绝 我说现在社会咱们这个国家 这经济慢慢的在复苏 我不相信它就不成 而且现在 我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 人们对这个就是物质条件 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改革开放了 人都慢慢慢慢有一点钱了 我想人们追求这种精神上的 这个物质享受 还是慢慢会有的 虽然我们刚刚起步 有时候 一次与过往时光的不期而遇 也可能让人们窥见 手中材料背后的深层意义 我还会修复古旧刀具 比如博物馆里的藏品 或者破损的刀具 其中生产于18世纪 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刀具 都极其精美 我必须按照原先的制作工艺 去修复它们 这简直是难上加难 你能想象得到吗 整个拆解的过程非常麻烦 所有的部件都已经秀极斑斑 有一天我在刀柄下面 发现了一片丝制纸 当我打开纸张的时候 我发现上面有一段 手写的文字写道 我希望刀将在修复这把刀的过程中 能够感受到 我在制作过程中 所感受到的那种愉悦 从那一刻起 我就不再是以前的我了 我感觉自己与身边的某种精神力量 仅其相连 而且我也深刻感受到 自己有责任将这种记忆和传统 传承下去 我觉得人们普遍都喜欢源自某个地区 或者家族的手艺传统 因为那些手艺更加原汁原味 现在我们似乎越来越欣赏古人 在遥远的过去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并将其视作我们之间沟通的桥梁 除了沟通古今人类以外 工艺美术给今天的世界又带来了什么呢 在我看来 设计与制作的分离 始于工业革命 原本一个人可以兼任这两种角色 但现在的年轻人 总是用电脑完成设计图纸 然后发送给制造商 他们得依靠别人来完成制作 在这个过程中 难免会有误解产生 我觉得如今 已经很少有人能坚韧 设计与制作的角色了 在中世纪 工匠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职业 工匠要具备特殊的技能 和甚至高于普通人的教育水平 现在 随着科学技术与工业生产的发展 手艺已然成了那些 坚持传统知识的小众爱好 而有些人则是受到了家族氛围的心逃 从而走上了用双手塑造艺术品的道路 我之所以成为一名 与纸张打交道的艺术家 原因其实根植于我最初的儿时记忆 在我小时候 我的祖父在造纸厂工作 他经常会带一些硕大的卷通纸回家 那些纸铺在地板上 我趴在那上面画画 一画就是几个小时 我记得那些纸特别大 当我累了 我会低下头把脸颊贴在纸上 到现在我还记得 当时的感觉和闻到的气味 那是我脑海中 有关画画的最初印象 也是我与艺术的最早接触 记忆犹新 我记不得其他事情了 我只记得我进行的这些艺术创作 从小我就专注于这些事 即使那时的我 甚至不知道可以将艺术作为职业 小学时我梦想成为一名美术老师 因为那就是我 当年对艺术家的全部认知 总之 我的目标始终是 从事艺术方面的工作 而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在努力做的事情 对于一些工匠来说 手艺是他们在困境中维系家庭的希望 1971年 我们遭遇了一场危机 当时我们制作的钵鱼卖不出去 家人各自找了新的工作 父亲开始出外干活 母亲自开始摆摊 但父母让我们坚持干这行 因为制作钵鱼 关乎我们的信仰 我想通过这个机会 告诉所有人 钵鱼 在我们的信仰中 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我们不想抛弃 制作钵鱼的传统 现在我的儿孙们也以制作钵鱼为生 他们希望将我们这里的这个传统工艺 一直传承下去 我已经跟我的孩子 谈过继承家业的事情 他答应我 会接手这个祖传的职业 现在我还可以亲理亲为 而且也有了很多雇员 他说 等他准备好帮忙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 哦 爷爷爱你哦 我谁都不爱 我只爱你一个 我的孙女 现在才四个月大 名字叫 冲仆 等他由五岁到八岁大时 我就会 教他这门手艺 最好是从小培养 这样 当他长到十四岁到十六岁时 就能够制作钵鱼了 我会将我知道的一切 都交给他 我必须引导他们 让他们 对 这门手艺 能够产生深厚的感情 然而 有些人却不愿意将 传承工艺的压力 强加给下一代 相反 他们认为 职业只是一种个人选择 对 孙子孙女都很小 孙子 孙女刚上学 孙女上一年级 然后呢 也也痴迷景泰兰 经常会画一些景泰兰 然后这个别人都说 你后继有人了 但是 他未来做什么 那就只能是顺其发展 我也不会去强求他 一定要做我这行 所以干这景泰 我就交给我的徒弟 我就说 你要进入我这行 进入跟我来学徒 进入这行 第一 你要耐得住轻贫 想挣 想发财 不能干这个景泰兰 这是咱年事不做的吗 怎么样 这都是 第二 你要是想说 我那个干这个工作 还得禁得住寂寞 你想点蓝颜色丰富 还好一点 你像那掐丝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的 这一个丝一个丝的 往这摊上粘 你说这个工作得多枯燥啊 现在年轻人能做得住吗 说你光喜欢他不行 你要对他付出 你从内心里面 对他的这个理解 你要怎么把他做得更好 这个让他 在磨制的过程中 不能留有瑕疵 他不是我发明的 所以我相信 他有六百年的历史 那么我能干几年 就干几年 我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思想 我觉得现在的人们 对手工艺品 其实挺感兴趣的 因为如今大多数东西 都是大批量生产出来的 有时甚至人与人之间 都差别不大 然而每一把手工刀具 背后都有一位 独一无二的工匠 我们不仅仅 对这样的老手艺 进行学习和传承 我们还会兼顾它 未来的发展 我是 波鱼工家 我从没想过 停下这项工作 我无偿地 向他人传授这门手艺 永远也不会停下来 因为 我想培养出 更多的波鱼工家 那么在设计当中的 我就想 我们眼光一定要放开 一定要走出去 至少我要把我学到的东西 把我看到的东西 我要结合景泰兰的这种技艺 怎么把这个作品做得符合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们 对美的理解的 这样的一个水平的作品 每个艺术家 都想成为一个 有想法 有态度的 现代艺术家 尽管我在作品中 呈现过像 全球气候变暖 这样的重大主题 但对我来说 艺术并不是关乎生老病死 我只希望 它能够给人们 带来愉悦和启发 让人们从中体会到 趣味与幽默 艺术不仅仅是关乎 普世哲学 人类自身和个性创作 艺术更阐述了文明的演变 它象征着 人类文明的硕果 词词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